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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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北市大副小由雅鳳老師帶來的養長 翻轉學習 重新思考 師生 關心 大家好 我是北市大副小的雅鳳老師 哇 站在這個會場真的會有點挫 謝謝大家今天的來 那我想要第一個請大家思考一下 有沒有在你的人生學習的過程當中 有那麼一位老師 他的話至今仍觸動著你 或者是他做過的什麼事情 仍深深的影響著你 那我來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例子 在我小學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很乖的學生 然後我上課很皮 很愛講話 然後所以在老師的眼中 我也不是一個很乖巧的學生 那在三年級的時候呢 我們班就要選班長 那我們同學啊 每個都提名我 因為我的人緣還蠻好的 每個人都提名我 這時候老師就衝上來說 劉雅鳳不行 然後呢 他立刻就拿著板擦 把我的名字擦掉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劉雅鳳為什麼不行 劉雅鳳怎麼了嗎 劉雅鳳做錯了什麼事情嗎 為什麼劉雅鳳不行 那我帶著這樣的疑問 甚至有點自我懷疑 那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直到我升上了五年級 同樣那個很皮的我 同樣那個上課不是很乖巧的我 另外一個老師他告訴我 劉雅鳳可以 這位五年級的老師 他推派我擔任班上的代表 去參加演講比賽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那那次演講比賽 大家覺得我的結果怎麼樣 對 我失敗了 我這樣超爛的 倒數第二名吧 對 但是我們這個老師呢 他竟然沒有放棄我耶 然後他還繼續推派我 當風紀股長 然後讓我到各式各樣的場合 去服務去學習 那個時候我就真的覺得 哇劉雅鳳可以 然後我就覺得 開始變得很有自信 那我覺得 這兩個老師 一個老師告訴我 劉雅鳳不行 一個老師告訴我 劉雅鳳你可以 這兩件事情 其實深深的影響了我 那當我正式成為老師之後 我也開始在思考 我要成為一個怎麼樣的老師 於是我下定決心 我想要跟那位相信我的老師一樣 所以我開始在教學的現場 我很努力的備課 我拚命的教學 然後我也成為一個鼓勵孩子 肯定孩子的老師 可是隨著教育風氣的轉變 還有知識的爆炸 我覺得在教學的現場 光靠一個肯定孩子的老師 還有鼓勵孩子的老師 好像還是沒有辦法 讓他們可以主動學習 那當孩子問我 他說 老師 課本的知識到底有用嗎 我越考完我就想把它丟了 而且我考完試之後 然後我根本忘記我 我學過什麼 那在當下我非常的挫折 而且我不知道我要怎麼回答它 誒這個課本其實還是有用的 你以後就會知道它有用 但是我困住了 我不知道我怎麼樣回答它 直到在2010年的時候 我收到了一紙來自DFC台灣的公文 那這個公文對我影響非常的大 然後我開始思考 我怎麼樣去轉變老師的角色 於是我在想說 我有沒有辦法和孩子一起把課本的知識 用出來的可能性 當自然課本說 珍惜水域資源是重要的 我們的孩子 他們就開始透過實驗 透過研發 然後他們製作了一款可食用的吸管 去改變海洋的環境 當盛會課本告訴我們 我們要尊重喔 你在學校啊 不可以欺負別人 不可以歧視別人的時候 我們的孩子透過他們的行動 他們去觀察 校園裡面有需要的同學 他們真實的去幫助特加班的孩子 畫了設計圖 而且很勇敢的 站出來跟學校說 能不能在我們學校 蓋一座共榮式遊戲場 孩子們真的成功了 我們實現了 讓孩子們一起玩的這個夢想 當孩子們在媒體當中 看到有育幼院童 有一些孩子無家可歸的時候 我們的孩子設計了賴鐵圖上架 他們靠自己的錢具 靠自己的能力去賺錢 而且真實的幫助了這些孩子 跟大家分享 在這13年下來 我和孩子經歷了非常非常多的挑戰 我們也經歷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難 那我是第一批響應DFC台灣的老師 我也是第一個完成100個DFC挑戰故事的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可以很開心的在這分享 但是我想要問大家 你們覺得我累不累 累 有人搖頭耶 看到我很快樂對不對 那一個老師 又如何能夠兼具這麼多的任務跟角色 那他面對壓力的時候 該怎麼辦 那其實在這些過程當中呢 其實我一開始 剛接觸DFC的那前幾年 我其實常常就是這樣 就是很崩潰 因為呢你想要帶孩子走出去 就會有人反對 或是你想要在學校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就有人會質疑這樣可以嗎 那我常常就是一直很崩潰一直遇到困難 可是我覺得到現在 我可以很有自信的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真的不用想太多 因為你的背後就有一群孩子 那這群孩子就是你的最佳的夥伴 而且是最佳的解方 當我帶著孩子 曾經帶孩子要去育幼院幫助 做服務 陪伴學習的時候 我們跟育幼院說 我們有ABC三個方案 我們孩子想要真實的進到育幼院裡面 去陪伴去教學 那這個時候育幼院就婉拒了我們 他們很明確的告訴我們 其實他們最缺的是經費 他們不需要孩子做這些陪伴的行動 那我又想說好吧 那我就帶孩子回學校募款 那當我們開始要發起募款的時候 學校的行政又跟我說 不行喔 你這個募款這件事啊 可能家長啊 會有意見 那個募款啊 那個名系啊 那個我覺得還是算了 那當下其實我被拒絕的時候 我想到的是兩件事 第一個 我的教學怎麼辦 你知道老師都很想要掌控整個教學的節奏 欸怎麼辦我這個課還要上嗎 第二個是 我怎麼 我在學生的面前 我就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老師啊 我沒有辦法讓他們繼續下去 那我已經讓他們進行了DFC教學 我怎麼跟他們說這個行動失敗 不行這個不行 那我想了很久 當隔天我鼓起勇氣 要告訴我的孩子 這個行動可能不行 我們就換個主題吧 當我要講的時候 我的一個孩子 他就拿了一疊手稿 很有 你知道他當時的眼神就是 三殘八年 對不起 因為那個孩子現在在現場 就是 當孩子看到老師卡關的時候 他就會突然你知道嗎 他會知道老師不是萬能的 而且他的能力就突然會長出來 他就跟我說老師我會去想了很久 然後我就開始畫畫 因為我知道我最擅長的就是畫畫 所以他開始畫了 而且他自己上網去查 就是貼圖要有40款的圖 然後他就畫了40張 然後還有對畫 然後他就跟我說 老師我想到辦法了 我們就是這樣做 就可以解決募款的困難 哇當下你知道 身為一個老師有多感動 然後我就 謝謝 就是你會知道 學習這件事情 其實你真的激發了 孩子成為一個主動學習的人 那 這13年下來 其實我覺得我 我真的是從 一個在孩子後面 追著他要作業的老師 變成一個老師 我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要做什麼 他們拿著成果追著的老師 我覺得這樣子 在這13年下來 這些孩子真的是用他們的行動 還有用他們的 所有的故事療癒了我 那這也是我為什麼 從第一年可以做到現在 13年 因為我真的要告訴老師們 你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 你背後有非常多的孩子 他們就是教育 主要的學習者 這就是他們要學的東西 所以老師們 真的不用想得太困難 老師可以做什麼 我覺得老師你可以 你可以帶著孩子去看見 課本以外的真實世界 然後當孩子他願意 他願意走出來 站在前面 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老師你可以 退到後面 成為他的靠山 然後你就是給他掌聲鼓勵 你就是告訴他你好棒喔 你怎麼那麼棒 那當孩子跌倒的時候 你就是站出來幫助他 陪著他一起討論 怎麼跨越困難 我覺得教育的成就感 就是來自看到孩子的改變 當孩子畢業之後 你會發現 你會看見他遇到困難 他會擁有能力去克服 而且他也會願意伸手去幫助別人 他也會在他人生最精彩的那個時刻 特地回來跟你分享 老師我現在在做什麼 而他也會告訴你 他現在正擁有能力 去面對這個世界 他也想成為一個 用生命影響生命的大人 因為相信 我成為最幸福的老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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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